所以呢就把了这一张从保安到永康的车票 送给了这个车主 那这个车主呢也觉得很有意义 就把它放在那个后照镜 然后变成了平安府 因为保安到永康 你顺时针这样子念 就是永保安康 就是永保安康 民国111年11月11号 一辈子你只能买到一次哦 对真的很有意义耶 然后去每一个车站 然后去盖他的帐 对对对几乎 他是从台北特地坐车下来 就为了买这一张车票 嗨大家好 我是台湾媳妇建景 欢迎来到我的频道 如果喜欢我的影片 请订阅 按赞 分享 开启小铃铛哦 请订阅 嗨大家好 我是晋晋 今天的日子很特别 双十一 双十一 在大陆来说知道吗 多特别 全民疯狂的日子 为什么 光棍节嘛 对不对 我们的光棍节你知道 就是什么 购物 疯狂购物的一天 从十一号的凌晨开始 大家就在疯狂购物了 其实我们在台湾说真的啦 比较感受不到 为什么呢 虽然说我们在台湾也能用淘宝 但是我们没办法那么疯狂 重点差在哪里 就差在这个运费 那通常呢 在我家乡那边 小伙伴他们是随便下单 因为他们收到东西 如果发现不是他们想要的 他可以随时退掉 那个 基本上都是包邮的 就是 他的 运费 都是 卖家在付的 所以说他们 买的人 不需要担心说 你买了不喜欢那怎么办 还得花钱退 特别是小东西可能退了很 没有那运费贵呢 我跟你说 在大陆完全没有这个问题 因为基本上都是包邮的 所以他们可以疯狂的买 买了拿回来看看 不喜欢就退掉就好 可是我觉得这真的 怎么说呢 这也是大陆的一个 弊端啦 怎么说弊端 就是自从有了这个淘宝 我觉得 在之前很多人说马云很厉害 他改变了中国人的 消费习惯 可是你知道吗 自从有了这个淘宝 很多店家就活不下去了 因为大家不出门了啊 你不出门你就不购物 除了不购物 你其他的什么餐饮啊什么 这些所有的消费都跟着降低了 所以说 我个人觉得这不是什么好事 因为以前你知道吗 我们每个人都出门逛街嘛 买衣服啦 吃饭啦 对不对 还有很多其他的消费啊 可是你现在买衣服都在网路上买了 你就不会想要逛街了 你不逛街你就不会去外面 对吧 其他消费就会减少了 哎呀 其实蛮怀念以前我们 嗯 下了班就跟姐妹去逛街的日子 好幸福啊 那时候觉得哪怕买个十块二十块的衣服 你知道吗 都觉得是可以开心上一整天的事情 我觉得以前啊 幸福真的很简单 现在简单就是幸福 嗯 嗯 那在台湾呢 双十一有什么特别呢 你知道这几天台南人都在封什么吗 台南人都在封一张车票 民国一百一十一年十一月十一号的车票 从永康到保安站 或者从保安站到永康站 都可以 为什么这张车票这么疯狂 这有一个故事 这个故事呢 还要从23年前的一个汽车广告说起 那个广告是这样 有三个美女 你知道吗 她们买了从保安到永康的车站 可是啊 不小心 错过了 没敢上 怎么办 三个人在那边 在那边懊悔的时候 有一个车主开车经过 看到他们 在那边好像很焦急的样子 就停下来问他们 结果车主知道了原因以后 就跟他们说 我可以送你们过去啊 没关系 你们不要紧张 好心人还是很多的 所以要多做好事 知道吗 然后呢 他们 就坐着这个好心人的车 到了永康车站 到了永康车站 这三个女生 非常的感激这个人 所以呢 就把了这一张 从保安到永康的车票 送给了这个车主 那这个车主呢 也觉得很有意义 就把它放在那个后照镜 好 然后变成了平安府 因为保安到永康 好你顺时针这样子念 就是永保安康 所以呢 这就是这一张车票的由来 为什么现在这么夯的原因 就是这个广告 所以呢 在这一个千年一遇的日子 台南人都在封这一张车票 这几天每一天都是大排长龙 那我呢 当然也要去买 之前我也有买一张 好像是 我忘了耶 等一下拿来看一下 哈哈哈哈 我们家也有一张 好多年前买的 其实我觉得蛮有意义的 通常我们买了以后 我会拿去那个庙里面 过一下香火 好 然后把它挂在车子里面 当平安府 你们有没有听说过呢 接下来我带你们去看一下 这排队的盛况 一定要看一下 嗨 我是金锦 现在才是早上几点钟 给大家看一下 六点 来 给大家看一下排队的人龙 后面太长了 我都懒得走过去了 天哪 听说 号码还已经发完了 现在才几点 现在才早上六点 夭壽 看看这队伍排的有多长生半 疫情这三年我还从来没有排过队 不管是排队买口罩还是买菜塞 我都没排过 今天要破例吗 当然不要 好 金锦那么聪明 好吧 我们等不完一个阵地 赶快 没有一公里 也有五百公尺了 太可怕了 满到水了 你怎么没有盖进去 你可以送 送我一张 你说这个吗 这个信封 可以吗 可以啊 真的吗 可以啊 我特地去买的 你要可以 来你 看你要怎么盖 送你 我就用你盖 盖 这样子就好了 所以我要寄给朋友 这样子不是更有意义吗 对啊 所以我特地去买了信光 好 可以可以可以 谢谢你 不客气 不客气 感谢 不客气 希望你也平安 祝福你祝福你 祝福你 谢谢你 不会 嗨大家好 我是金锦 那现在我来到这个宝安车站 你看 这里完全没有人 太棒了 这么辛苦 就是为了这一张 一丝一丝的车票 很有经典意义哦 还有特别的张可以盖 我要买十张鸭 11号的 可以上下 可以上下盖两件 我妈也是买了几张 你的好有心哦 嗯 对 先生你好有心哦 白尾哦 但很有意义哦 嗯 你有收集很多张啊 对 每个出带都有吗 藏花到台地 哦 这是自己贴的吗 还是厕子本来就有 这个厕子要去买 哦 对 哪里可以买来到 铁道故事馆 哦 可以买的 对 这个很有意义耶 然后去每一个车站 然后去盖他的帐 对对对 对对对 几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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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给到旅游的 真的好有意义 没有买两张两回的 买了十张 哦 单纯的 这个就是 保安车站道有抗 有五房 抗版那一回的 今天可以盖两个张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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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就有一个先生 看人越和越多了 这边有个建筒 建筒 有没有 这个保安车站是民国前 十三年就有了耶 已经一百多年了耶 竟然经过了这么多天灾 他还能保持这个旧关 真的不容易 民国五十一年的时候改了 改变时 改变时 我也没人车站 好了 我终于买到了这张车票 给大家看一下 保安站到永康站 就是 永保安康 民国一百一十一年 十一月十一号 一辈子你只能买到一次哦 那他还有 特别的油搓 一生一世 永保安康 很有意义吧 那我们可以拿个 买一个吊饰把它装进去 挂在车子前面哦 可以保平安 那你可以送给你的亲人 和你最爱的人 我刚有碰到一个贝贝 他是从台北客廷楼车下来 就为了买这一张车票 那我今天呢 为了感谢大家 一直以来对我的支持 我特地 多买了十张 永保安康的 纪念车票 那看到一片最后的你 有福利哦 一次都有看到一片最后的你 一只支持静静的你 如果很想要这一张车票 可以跟我留言哦 那我会随机出去 十个朋友 把这张一千年才能 登来一次的永保安康的车票 送给你 抽中的朋友 我会在你的留言下面 回复你哦 然后再麻烦你加我的FB 把你的电子 私讯给我哦 今天就会一起给你 这一张特别的车票 希望大家可以永保安康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